这是一个充满精灵的大陆 不管天上 地下 湘西岛 雨林 沙漠 平原 沼泽 黏土山等等 都有它们的身影 在这个系列中 丽莫然能否收集所有的宝可梦 并培养它们 让它们更加强大呢 欢迎各位收看小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可梦生存的第四期了 那么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小丽过几天会给大家看一个全新的末日求生系列 想要看末日求生系列的小伙伴们 不用担心 这个宝可梦系列是一个养老生存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上一期 在上一期我们打草气道馆的时候 因为只有我们喷火轮一个 刮不敌重 所以没有办法直接把道馆给攻略下来 但是好在我们后面找到了无极泰娜 这无极泰娜是龙属性加上毒属性的 这两种属性都非常的克制草属性 那就意味着无极泰娜打草气道馆非常的吃香 我们今天就用无极泰娜尝试看一下 能不能来一串六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无极泰娜现在拥有的招式 奇异之光龙尾剧毒和毒液冲击 首先这两个技能对于草气道馆来说非常有用 但是奇异之光和龙尾就不太好用了 无极泰娜有个非常厉害的技能 叫做宇宙力量 宇宙力量是可以增加特防和防御的 但凡只要找到空隙 让无极泰娜使用四五次这样的技能 防御能力基本上就可以说无懈可击了 那这一切我们都需要找到一个技能NPC回忆师 来回忆一下 并且无极泰娜还有个非常厉害的技能 叫做极举炮 伤害也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今天的首要任务是寻找一下技能回忆师 前面好像有个技能回忆师 找了一晚上终于是找到了 由于我们这个招式回忆师我们经常会用到 所以我们在出门之前准备了一个精灵球 这时候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回忆招式就方便了很多 正好旁边还有个村庄 来我们搜刮搜刮 秉持着我们之前的老传统 我们把这个箱子里面的药剑都给拿出来 然后转手再卖给村民自己 这些果实我们就不出售了 后面我们自留这药有用的 好卖完之后 我们身上的钱已经来到两万三千多了 这时候又可以找到店员购买一些高级球了 只不过这家店员比较黑啊 一个高级球竟然卖我一千三 没关系 我们这里直接大手笔买下17个 现在我们一共有31个高级球了 好我们回到家之后呢 把精灵球就放在这里了 嘿嘿 以后在家就可以进行回忆了 非常的方便 另外大家想要在手机或者电脑上 玩到同款的宝可梦 大家只要打开企鹅 搜索背后的字符 在群文件下载即可 非常的简单 没有办法使用它的 但是我们用这个装NPC的精灵球 来去右键它就可以了 那我们直接选择乌吉泰娜 将宇宙力量跟奇异之光替换一下 又需要一个精灵球了 没事我们家里还有一个 那我们继续跟它兑换一下 选择乌吉泰娜 将极巨炮跟龙尾兑换一下 那么现在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一川六了 来到我们之前受尽屈辱的 这个草屑道馆 首先还是老样子啊 由于这里是实力相当的道馆 所以它会根据你背包里啊 最高的精灵等级 来决定它们的精灵等级 这个时候咱们就要 使一点小心思了 把咱们高等级的精灵啊 全部放进去 毕竟咱们无机太大 也要一川六嘛 这里下面还有几个小怪没有打过 我们直接使用一发极巨炮 直接带走 非常简单 然后打乐天合同 我们只要挂个剧毒 给它身上挂一个中毒的状态 再配合咱们的毒液冲击 毒液冲击这个技能是 如果对方的精灵处于中毒状态 那么它的伤害就乘以二 所以相当于毒液冲击这会儿的伤害 有130 非常的牛皮 直接就给它秒掉了 学习了自我在生 我们就暂且先不用了 这里啊 都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就给它快进了 我们真正的目标是道馆 这里都可以无脑打的 好 非常简单 打完了 那么接下来就要去挑战这个馆主了 馆主的位置呢 它不在副层 它在上层 也就这个位置 我之前找了半天也是没找到 来我们看一下这次能否挑战成功嘛 首先使出乌吉泰娜 哦 这个时候它使出了妙娃花 不用担心 我们选择宇宙力量 哦 妙娃花 并且使出了极具防壁 跟大家解释一下 极具防壁的技能是 可以抵挡基本上所有的技能攻击 这我打它也没有用 不如咱们就使用宇宙力量 不停的提升咱们的防御和特防 让我们的护甲值高到一定程度 它打不动我们 我们自然就可以一串六了 我们现在已经使用了两次 我们再使用第三次 使用了四次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极具炮 去打它了 毕竟这时候妙娃花已经使用了生长 大幅度增加自己的攻击和特攻 我们再不打它的话 它会对我们造成大量的伤害 来再来一发极具炮 好 成功带走 可想而知啊 妙娃强化了自己的特攻 对我们的伤害也不高 我们继续学习宇宙力量 已经强化了我们五次的防御力了 现在我们坚不可摧 好 再使用一次 六次 六次就是宇宙力量使用的上限了 这会儿啊 咱们挂一个剧毒 摇篮百合 使用了扎根 打了我们好像就几滴血 兄弟们 大家把666打在攻击上 此时的摇篮百合 已经被咱们挂上了毒 再使用一下毒液冲击 兄弟们 你没看错 伤害非常的离谱 咱们再使用一次 又回上了 没有关系 再来一次 带走 现在已经一创二了 这是第三个 老样子 继续先挂一个剧毒 又中毒了 现在我们三百滴血 待会儿乐天合同 打一下我们 看一下我们能掉多少血 来 挂上毒了 我们使用毒液冲击 掉了40多滴血 总的来说还可以了 好 我们也是直接把 乐天合同给秒掉 对方 十出了 耶弹数 没关系 小问题 继续 我们挂剧毒 再来一发 毒液冲击 一穿五了 一穿四了 继续挂剧毒 再来一发 毒液冲击 伤害非常的高啊 他们打五 简直就是刮沙 兄弟们 好 那么一穿五了已经 就剩最后一个了 螺丝雷夺 这个咱们就 不挂毒了 最后来一发 急剧炮 结束游戏的战斗 还没死呢 我们直接再来一发 毒液冲击 还在坚持 兄弟们 但是他打我的伤害 太低了 轻轻松松 击败了 道馆的馆主 获得了一个彩虹徽章 以及一个 加勒尔地区的 技能点 日光刃 威力125 命中率100 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 可以保留一下 那么如果大家 喜欢这个系列生存 还希望大家帮忙 长一波视频的点赞 非常感谢大家 点赞过3000 小力就光速更新 下一期 上一次让大家推荐精灵 大家都推荐神兽啊 但是呢 神兽 大家都知道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这家可以推荐一些 比较厉害的准神 我们直接就可以去抓的 我们身上呢 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果球 我们这时候 也可以把它种植一下 对了 还突然发现啊 咱们这个果实 种植的方式 好像有点不合理 如果我们往下挖两层 咱们采果实啊 就会方便很多了 因为这果实 还是蛮高的 那么现在 我们就开始 把我们后面的这些果园 重新种植一下吧 后面我们还是需要用到 大量精灵球的 那么话不多说 直接开竿 经过了又一天的时间 准备好了 那接下来 我们去更西道馆 顺便看 今天能不能把 更西道馆给拿下 那一次也是打了一半 刷出了一个乌吉泰纳出来 好 非常的给力 上来我们的 班吉拉斯 一推三 打败了道馆第一个NPC 开始挑战第二个吧 搬出了乌吉泰纳 终于是把第二个NPC 给打败了 开始挑战第二层 对面上场了太阳伊布 这些精灵啊 都是超能系的 我们直接使用 班吉拉斯 以牙还牙 这个技能是恶系的 是拥有着双倍伤害 直接推掉对方两个精灵 最后一个 咱们打不死 没办法 持出我们的乌吉泰纳 这往上走 就应该是最后的馆主了 哈哈 我来了 那咱们选择班吉拉斯 手上 打了很长时间 一直都没有打过 我们四个成绩宝贝 去打别人的六个精灵 确实有点勉强了 每次这个道馆 都是最后一个精灵 剩一点血 就这么一点距离 但就是打不过 我们所以下一期啊 需要扩充一下 咱们的精灵队伍了 毕竟咱们现在还少了 两位主力输出啊 我们先定个小目标 在下一期当中 我们尽量去找到 闪光的Mega喷火龙 毕竟火系对待 这些超能系精灵 有着双倍伤害的 但是想要击败 闪光Mega喷火龙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所以咱们在下一期 也会尝试着去捕捉一下 假鹤忍娃 使用Face手里剑 就会简单很多了 兄弟们就先给他带到这里 想要在手机 或者电脑上玩到 同款宝可梦的小伙伴们 可以留意一下 小丽的主页 或是置顶的评论 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 这个系列生存 还希望大家帮忙 长爱博视频的点赞 点赞过3000 小丽就光速更新 下一期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